走进这栋出名的美术馆呢 就像在炎热的夏天 一下子跳到了一个充满冰块的气泡水里 这个像是填满了玉石瓷砖的不规则建筑 就是位于南加州Orange County的 城县艺术博物馆Ockama 我是Cindy 一个在洛杉矶的艺术观察者 看着倾斜的墙壁 流水一般的线条 独特的这种几何形状呢 凑在一起 创造出一种非常空间体验和视觉效果 看它这个外墙面 像不像我们玉石贴的瓷砖 所以Ockama的设计呢 它并不想遵守千篇一律的 一个接一个的这种白盒子式的展示空间 而是非常的注重建筑跟人之间的互动 你看当我走出一个室内的画廊展厅以后 这种连接展厅两侧的走廊啊 通道啊非常的宽敞 让你感觉很多的空间都是浪费的 但是这种浪费的空间 恰恰能让你感受到一种舒适和宽敞 看顺着走廊通道 前面就是咖啡厅 下面就是餐厅 推开旁边的门呢 就可以跨到屋顶露台上 让你感受到 艺术在这里不是用来看的 而是用来体验的 Ockama的新馆呢 是由美国著名的建筑师 普利斯克建筑奖获奖人 汤姆梅恩设计的 梅恩的建筑呢 永远是叛逆的 不按套路出牌 在1972年的时候 28岁的汤姆梅恩呢 就协助创立了当时被视为另类的 南加州建筑学院 现在Ockama的设计 完全是延续了他忽逆的建筑思想 这个可以让你视觉和身心 都感觉非常舒爽的宝藏美术馆 是南加州今年炎热的夏天里 你一定不能错过的文化艺术地标